你好 欢迎收看11月27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因为民众反腐风的议题吹声 花联县政府紧急违由台大等产官学界制定的 花联县畜牧制制条例草案 系府农业处也分别在北中南三区召开座谈会 听取地方的意见和新声 而最后一场次是在光复和狱里来举行 到场的民众还有畜牧业者 尤其针对畜牧场只距离住家300公尺的条例限制高度关注 双方意见与看法激烈交流 从上午的光复场到狱里最终场 在农业触划20分钟简报说明后 针对县府初步拟定的花联县 序幕制制条例草案内容 现场民众发言踊跃 这个意思是怎么样调节 它是费用设置费用处理设备 这可以再来说一下 我觉得是要定居一个免费的说明 它在多少年以前拍拖已经住在这里 长期坐在这里的军营 你不能因为你是合法申请的 你把它赶走或者是说要过到它的生活空间 我想我们的权力比较大的就是 考量本市条例施行前 已经批法申请农业用意 农业设施容许使用者的办法取得 容许使用童密书的权力不塑解既往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建议就是说 已经提出申请的案件 如果是依照中央法会 要能把第18条重用的这个原则 只要是在申请中的案件 应该都是不硕及既往的 不仅民众地方乡镇公所 以及农会代表 也针对了第4条第4点 新设训目场距离影响环境卫生 由乡镇市认可即可提出修正建议 那我们有意讨论的环境卫生认定事项 参考地方资助法第19条 它就是县市领地的资质事项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回归 就是由我们花莲县政府来做一个托取 现在我们的县政府都不可以责任 这样不对 我认为既然资质条例在花莲县政府 我们制定的资质条例 应该不能把乡镇政府所制定的 另外针对了草案中心 设置畜牧场距离社区部落 周界300公尺范围以上 得事个案情况缩短距离限制 引发民众与畜牧业者的对立意见 双方激烈攻防 那我个人认为300公尺 比花莲的条件上 是真的太坏了 它的东西像太狭窄 你看伊朗它才定的100公尺 那你认为100公尺很近 其实它是在农牧特定区里面的100公尺 特定农牧业区 300公尺其实没有很新的那个 所以我的建议是不要求来 那我们来讲300公尺的地 比我们大理社区适合不过 300公尺太近了 那个设计专业区里面 就不要把地银可以收藏到 200公尺 民众针对畜牧业可能产生的土壤 污水空气生活环境的污染破坏高度关注 现场畜牧业者小农也特别澄清说明 现代化畜牧养殖科技更重视环境的维护 双方坚持各自的立场 会后县补能力处也强调 整个训牧制条例草案座谈会高一段落后 也会将每个看法与意见再交由台大研议修正补强 让训牧制条例更完善周全 达到居民生活环境与训牧业者发展的双赢局面 记者是玉兰玉里采访报道